那今天呢又来给大家道道一些月季的事 这是我们测验的一些成果 也是迫不及待的给大家去分享 这个呢之前是从120的盆 有大概这么大小的那种水杯状的盆 换到这种一家轮大小的花盆里面 现在呢又长了很多的新叶子 之前没有去收拾它 就是像后面这种感觉 在没有收拾之前呢都是这样 就是一没有修剪 二呢是没有换盆 它其实现在面临的一个处境 就是瓶颈期 根系已经长满了 没有地方去生长新的根系了 根系不长了 那么就生长就停滞了嘛 然后呢它有一个品种的特性 我选的这些都是爱开花的 不断的开花那怎么办 它就通过代谢叶子来供给上面的营养 所以说很多花肉肯定也会遇到这种瓶颈啊 它跟地灾的事有所不同 所以说呢一直跟话我们说 你们家里面的花不论是什么花 包括月季也好 根系只要长满了 就要换大盆加土了 然后呢适当的该做修剪做修剪 把这花包剪掉 然后咱们让它重新去长 明白了吗 这是我们养护的一个月季的一个小冲果分享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姨每天会给大家分享 很多油的养花姿 这是我是老花姨 老花姿长姨 来来吃吧 老花儿 哎 馋 行 ��尽 听那